大家好 我6月15号去大连 然后6月19号回来的 去旅游拍了很多照片 还有视频 在这啊 主要去旅顺 看那个表中塔 日本人给天皇建那个塔 主要想看这个东西 但是我在火车上拍的一个照片 在手机中就没了 因为我记得很清楚 我把那照片给拍下来 这个照片不是我删除的 这个照片是什么内容吗 我马上就说 就是6月15号我坐的这个火车 后面我又拍了一个视频 在火车上拍的视频 告诉大家哪个座位啊 就这个座位是我的 我不在这坐了 这是6号 6号啊 为什么不在座呢 因为我在这里坐的时候 座位下面一个干热的塑料袋 然后我在那喝饮料 还吃东西 但是很搞笑啊 我闻到一股骚味 那就是尿的骚味了 后来我问这位人 这怎么有一股骚味 她说 我刚才有一个老太太 摊惯不能走路 在那儿撒了一滩子尿 谁都不在那坐着 就你们后来的人不知道 在那坐着 然后那个 列车员 铺了一层蓝色的 塑料袋 然后我起来的 我不在那坐着 但这件事 出位人都笑 你这 吃东西 喝饮料 还怎么 怎么一股尿烧味 然后我 就到这边的座位 坐着 当然也有收获 这个事情我很生气 我觉得你是不是故意的 因为我上一次说中国的火车超窄 给他发到网上 传到外国 你是不是故意的 我就把这个 这个座位 被尿了 然后还有一层塑料袋 我也拍上这张照片 就是没有的 很多照片都有 就这一张照片是没的 我怀疑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给我删掉了 所以我觉得中国手机上那个 APP应用 有很多权限 有些权限是他不该有的 他能访问我的媒体和照片 你不需要 访问 但是 你那个APP也能用 然后我觉得这些APP 我怀疑 没有证语 你必须把我的照片给删掉了 然后我很生气 我在火车上就说了一个刘志军 以前铁道部部长刘志军的一个丑事 也是从外国看到的 我说了一个什么丑事呢 就是 刘志军当年听说 完了500多个处女 然后把这个处女血涂到那个白鸽子身上 把那个白鸽子放到天上 那白鸽子变成红鸽子 这个仪式 这是一个风水仪式 叫做红浮齐天 然后呢 我又想起刘志军 和凤凰卫世 刘长乐的对比 为什么想起这个刘长乐 我跟凤凰卫世之前有点事 他系动过我 系动完我耍我玩 后来说我给他踢鞋都不配 然后我想起他一件什么事 刘志军跟江绵恒 有关系 江绵恒跟凤凰卫世还有关系 因为 江绵恒当年看好凤凰卫世 想要凤凰卫世 然后去了之后呢 刘长乐 就是挺不待见江绵恒的 你可别乱动啊 到我这 就这样的态度 然后后来那个江绵恒好像成为那个 凤凰卫世一个 什么策略董事 给安排个 安排个小小小董事的官 那个凤凰卫世这个媒体没有给他 然后现在凤凰卫世 这个大败局 2021年5月10号 这个是腾讯网 报的还有其他好几个网都报了 什么搜狐什么 都报 但是我查不到 现在只能查到腾讯网 什么P2P 包围 创始人女婿被抓 刘长乐的女婿被抓进监狱 就是他 凤凰卫世总共就骗了100多亿 然后女婿就被抓进监狱 现在凤凰卫世 刘长乐卖身退场 把凤凰卫世卖了 也卖了 听说也卖不到100亿 然后最后呢 我就把他这篇文章 我觉得最后总结最好的一句话给他 说一下啊 江年恒跟凤凰卫世有这个关系 刘自军跟江年恒有什么关系 一会儿我再说 对比起 一会儿我说结论啊 这里我先说这篇文章的一句话 最后总结这句话特别好 就是说 刘长乐 凤凰卫世 创始人的老板 刘长乐 执着信佛 刘长乐他是那个红二代 他执着信佛 然后佛道讲轮回 如今凤凰金融报为 102亿资金 巨坑的巨坑背后是7万多 出界人的血位 凤凰卫世20年拼搏赠来的美名 眼前功徽一窥 然后凤凰卫世卖身切割完成后 百亿资金的缺口谁来担值的 他卖身了他还 不管这个缺口 他把钱拿走了 刘长乐 你看你100亿都不值 然后我们看刘志军怎么做事了 就是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这么说了 我就不打开里边内容很多 这应该是法人工报的一篇文章 很早以前2013年6月23号 大概10年前 正好10年前 有知行人士称刘志军 铁道部部长刘志军 甲公祭司 把铁通公司 几千亿的资产 送给了江绵恒 人家几千亿资产 直接 一句话就送给了江绵恒 江绵恒是什么人啊 太子 江泽民的儿子 是吧 而且刘志军跟 郁政生的关系特别好 当年 好像给 湖北省 投资了7000多亿 搞那个铁路基建 他就是给 郁政生造政绩 后来他出事了 他这个 判死刑肯定是够的 玩那么多女人 贪那么多钱 搞那么多事 肯定是判死刑 听说郁政生给他弄个死火 就是先不用死 还一关再死 那还100年 你活不上100年 是吧 得给人弄个死火 刘志军的优点 他没有参与 严重的政治斗争 像周永康 参与刺杀 某些主席 参与政变 没有做这种事 所以判死火 上面有人的话 判死火 也没问题 所以对比之下 刘志军对比刘长乐 都姓刘 是不是 太会做人做事了 就是如果不是江绵恒看得起凤凰卫视 我就不知道刘长乐 你是否有资格给江绵恒舔脚质头 对你给他舔脚质头 这太值了 一句话 人家就送他几千亿的资产 凤凰卫视100亿都不值 你 是否有资格给他舔脚质头 虽然你也是红二代 但是你那个官职有点 太低了 要是跟江泽民比的话 是吧 这件事啊 我在火上说 因为我 我就像那个什么 爱尔顿法国里面那个死犯者 我 我说他坏话是吧 他让我吃饭去 让我坐在一个 有尿 被老太太杀过尿的座椅上 我觉得你是不是故意安排的 我把我买的那个火车票那个记录 给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这个 在这有个我买火车票的记录 这是斜程 在这啊 这个我把我的名字和三分之二号给划掉了 这里是我的名字和三分之二号给划掉了 12车6号 6月15号 周四 订单号多少 就这个啊 我做 上车做一个尿污 我 他可能不是故意的 他让我怀疑他是故意的 所以我就把他这些丑事都给说出来了 在火车上我就给他说出来了啊 然后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我们这个旅行 我想去看那个 日本那个 乃木西点打败 在大连旅顺把俄罗斯人打跑之后 给天皇建的那个表中塔 我把名字搞混淆 他这里又出了万中墓 我以为叫万中塔 其实他叫表中塔 结果我先去了万中墓 发现万中墓不是纪念日本军人 他是纪念中国被屠杀的老百姓还有中国军人的 但是这个万中墓是很小的 也没什么格局 里边工作人员工资很低 每个月只有1500块 万中墓里边工作人员 这里边写了一些文字 还有这个旅顺这个布房的 地图当年 这些当年 保护旅顺的这个官员呢 还有这个 当时历史的遗迹 这里 这个人叫宋庆 一个官吧 这个是清军的铁砍刀 万中墓里边 他不是纪念那个日本军人的 有很多文物 这也是当年 模仿日本人开会的一个场景 上面的这个 小墓偶人比正常人小的 然后我给他拍个照片也在万中墓里边 这是一个日军的办公室 这个是 这个场景不知道真的假的 他不是照片 他是画的 画了这个东西 这个是原木穴中出土的 焚烧丝体用的铁管之下 原木穴中出土的 年连者人骨的交叉 把人的骨头和交叉一起烧 这万中墓 外面有大盆 往这边走向了公园 的 景色是挺好的 他是门票是不要钱 刷一下身份证 你就进去 一分钱不要 这个就是海滩 我去参观两个大学 一个是大连外国语大学 一个是大连伊克大学 这两大学挨着都在旅顺 这两个大学 不让外人进 你说我家长参观你还不让我进 这也就不好 疫情早就过了 他还不让进 门口有保安 管的是挺严的 因为大连外国语大学 他那个外国人挺多 这边上 一个地方叫盐厂 卖海鲜的 而且还有一个浴厂 在海里边游泳 挺好的 人还不多 地方还挺好的 大连外国语大学呢 我对他印象挺好 因为他里边学生 出外有照毕业照的 我看那个学生毕业的那个女孩子 精神面貌 好几个啊 不是一个 好几个学生精神面貌都特别好 精神面貌健康 知道吧 这个大学生 精神面貌 健康 单纯 所以 我觉得 这两所大学 都挺好 缺点是 不让外人进去呢 家长考察 家长 考察大学也不让 也不让 进去啊 但是他也挺四立眼的 一般 开车就让进去 一般你开车 大门大门都给你打开 让你进 你要 一个人往里进去看看 那个小门 保安看着不让你进 你开个车他就让你进了 不管你开个什么破车 开个什么二手破车 他也让你进 然后这个是大学 然后我们继续翻照片 这日期来了 这海滩啊 这白玉山景区就是表中塔 现在改名叫白玉山塔 这是到塔之前 我走在半山腰 前面的塔 炮弹形状的 这个塔好像用了 三个国家的石头 有那个旅舍沉船的 中国的石头 那石头好像是中国的吧 还是日本的 运国 就是那个石头应该是旅舍附近的 运到船上 给他沉船 把那个海港给他堵住 不让俄罗斯的船进来 有那个石头 有日本 乃木西点家乡运过来的石头 还有朝鲜的石头 朝鲜当时也被日本给征服了 这三种国家的石头建立了 这个 运到这个山上面 这个山好像三四百米 也是挺陡的 挺陡的 听说动用了两万多个 那个旅舜当地的那个 民工 劳动力 这个就是这个塔 以前就表中塔 后面他把名字给改了 把上面那个 日本日本太阳旗的图案也给改掉了 全都给改掉 然后他那个有个祭司 用的那个 点个阿祖 丧香祭司那个 那个那个 祭坛 那个祭坛给毁掉了 但是他没敢毁 红卫兵要毁 北京中央是不让的 把这个毁的 那不是得罪日本天皇吗 惹不起呀 红卫兵惹不起 不是红卫兵惹不起 他不懂事 那北京惹不起 不让动 然后他那个 那个祭坛旁边还有一个 敬手池 就你给他祭拜之前你要洗手 一个大石头的池子 那个池子 给拿走了 放到那个 日俄监狱的博物馆里边了 一会后面有那照片 也没给砸了 就放到那里边 咋子的 就这个塔 这个你不到这个塔三顶上 你感受不到他这个塔的气势 他这个气势就是征服亚洲的气势 称霸亚洲 他这个气场 是非常高的 你不去不知道 你去了这个东西 他是不得了的 所以你不要毁他就对了 建的这么好的一个东西 动用那么多的那个民粒 两万多的那个民粒 有三个国家的石头 最早有三个国家的石头 然后造了这个塔 他下面是一个坟 就是那两 两万多个日本阵亡军人的坟 因为乃木戏脸跟俄罗斯打 他那个打法是很笨的 他一开始打败上 被人家打死好多人 人家架着重机枪加那么多机枪 你就冲锋 有多少万人供你冲锋了 后来那个 后来有那个什么 儿育元太阳跟那个那个海军那个人叫什么 我忘了 他用海军把那些 俄罗斯那个海军的大军舰过来 把俄罗斯那些那个炮油还有 那个吊宝都给轰了 才打下履顺 所以乃木戏脸是很笨的 但是他特别忠心 天皇死的时候 他也在天皇出殡的道上 他就自杀了 他儿子也暂时在履顺 他儿子好像叫乃木宝典 叫什么的 这个人挺笨的 这个履顺其实不应该 那么费劲就打下来 你早点听那个 叫那个那海军有人他陆军也懂海军也懂 你让他指挥呀是吧 海军陆军联合作战 你几下就把他给打下来 你早点让那个人跟指挥的话 这个是 在这个表中塔边上有这个景点这里边有卖票的人 这进塔要收刷资源 就一个OT走到上面我就没换那刷资源 当然早晨6点半之前 到这个白玉山塔他外面那个门票不要 但里边这个塔 进塔是不让的 你要收费才让进 就这里 这个里边还有那个什么 就这里边收费的人 还有那个 还有那个什么上山的那个什么铁锁 他们的工资 基本工资是3000块 是比万中墓高一倍的 万中墓是1500 他们是3000 今年 这都是塔边上这个 旅顺口的这个 石块 你看你从这塔往下面 往下面一看 你看你征服了 整个这个大连旅顺一带 那个 这个气场不得了 就是北京的 紫禁城也没有这样的 这个气场 没有没有这样的一个 一个格局在这 你就 你就感觉好像 你你称霸了整个亚洲 因为你把格罗斯都都给打跑了 是吧 而且共产党还有那个 拜格罗斯为爹呢 是吧 你你把格罗斯给打跑 你你太厉害了 这个就是 这个 白玉三塔 我 我管他叫原名叫表中塔 这上面原来是太阳旗好像 后面就苏联又改成苏联的五角形 现在 用水泥全给骂上 全都没了 啊 应该在这里啊 全都没了 这这图案都没了 你看这个塔 把他给改名了 是吧 白玉三塔 我给他证一下 这原来叫表中塔 表中塔 表色表 中心的中 啊 这字这么写了 表中塔 然后改成白玉三塔 这个山叫白玉三 啊 而且这个塔 大门 大路 大门前的大道边上放两个大炮 这俩大炮是特别大 啊 你这个人能 骑在上面 特别 特别有气势 你看这个塔 像天皇进 表示中心 前面放两个军阶上大炮 我操得太有气势了 太太 这东西真是不得了啊 你看你到了一感受这个 这东西 不得了啊 绝对是那个称霸亚洲的这个气场 这塔下面啊 塔下面 他也给改造了 以前好像是那个祭祀的 祭祀塔 他改成有一个鸽子 放鸽子的 还有那个停车场 但是那停车场现在大门都锁着 不让用 不让用 这停车场 这也是海蟹市场 海蟹市场 这这上面还有 有时候还飞那个直升飞机 这那个旅顺有很多军党 还有那个军事院校 旅顺 必须去两个景点 去旅顺 第一个就是表龙塔 刚才那塔 第二个就是就是旅顺日俄监狱 这一开始是俄国人建的监狱 后来被日本 接管之后 日本又给改造 又变成日本的 这监狱啊 这里边有很多文物 你参观的时候 也是不收费的 不收费的 然后也要刷下身份证 要看那包里有什么违禁品 然后导游跟着你走 不许你回头 因为他里边有文物 我猜他是怕你偷文物 是吧 这是沙盘 沙盘地图 这个是角形架 一会儿我给他拍的视频 这个囚禁朝鲜爱国自私安重根的牢房 就他一个人住这个房子里 比中国的这个学校 学生住的还要好 就一个人住一个担间 还有个办公桌 这个人是把 当时日本的首相 首相那老头叫什么名 被他开枪给打死了 大家看 这个是安重根住的高房 一个床这边还有 还有办公桌 这还有窗户 一个担间 安重根住的地方 然后我看那个监狱 我又发现一个东西 我得写上啊 我写到哪里呢 我写到第五条吧 把这第五条这个归到第六条 旅顺 日俄监狱 里面的居住条件 比中国 学校 还好 就中国高中和大学 你都要住旅顺 都要住那个 住在学校 那个居住条件 还不如那个监狱好 啊 啊 学生 那个学生 居住的 比 比那个 啊 日俄监狱还拥挤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 啊 就是 中国 相比之下 中国 学校就是集中营 你就集中营 甚至你比德国纳粹的集中营还要拥挤 啊 中国学校真的 你看监狱比你就集中营你比他还恶脸 一会儿给大家看看啊 我为什么这么做 我有照片的啊 这个电话交换台 这些是手铐刑具 这是犯人的编号 这个是 这个是管理犯人的那个里边的那个监狱里边的官员 监狱长什么的 在办公室还有电风扇 这都是文物 这日本的这种铸铁壶是很贵的 听说成中国明朝学习过去 你看一个壶几千块 他烧的那个水泡茶 特别好喝 这个这种铁壶烧的水专门是泡茶喝的 这个东西吧 这是一个佛堂 就是 念佛经的 如果监狱里边 发人改造好的 你可以到这个地方念佛经 啊就是 如果你 你背叛的你的主 那国家就是投靠日本 你念佛经就是消除你的罪孽 就算 走这样一个 一次 啊就是我听人这么说了 不知道是不是具体是不是这样 我记得我拍这里边有一个 监狱里边一个监狱里边只有五个发人 都有炒鞋 所以我说中国学校比监狱还有拥挤好几倍 啊 所以我说中国学校是集中营 但是我拍那个监狱里边有炒鞋 那个照片我怎么找不到了 就一个监狱里边有五双炒鞋 啊这个是人 啊这个女孩子长得很漂亮 啊 皮肤很好 其实我看的还不是女孩子年纪挺大的 嗯 长还有气质 我问他们是跟导游走吗 他说不是 他说他们是警官学院的 他们在这参观那个监狱里边死刑什么执行 死刑之后要验尸 这个就是他们警官学院的好像一个课程吧 搞得像导游一样 我 不是我刚才拍的那个 我再找一找啊 我为什么说中国的一个学校比监狱还要拥挤 我这里是不是有视频呢 我看一下视频 这个是这个是表中塔我拍这一圈视频又把自己的手给拍上拍的不专意啊 自己拍的 我看这几个视频 你看这个塔前面 这个东西就画上五角星了 就这个是不是苏联稿 不知道啊 这个就是 我找那个监狱里的那个我又找不到啊 这个是暗牢 就暗牢在监狱下面 谁表现不好就给他扔这个地下室这个小门就这么大 扔这里边把这门锁上 外面再锁一道门 谁要是不搞是在监狱里边总是闹事啊 什么的 我又要找那个 我要找那个 就是这个 我找到了 就是这个啊 这是正常的监狱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这是 饭桶 这个桶给他们装饭送过来 吃的 这是他们的碗 这里边 这是五双鞋 左边是三双炒鞋 像拖鞋似的炒鞋 右边两双炒鞋 就是这个屋里边关的五个犯人 他每个屋都是关五个犯人 所以我说这个 中国学校 中国学校那个屋也就像这个两上个那么大 能有这个屋 四个那么大吧 你知道关多少学生吗 关那个将近100个学生了 前面一个老师给他们洗脑 他100学生有点夸张 一般的关七八十个学生 如果这个屋室被那么大 他关犯人 一个不关五个 那四五你只能关二十个学生 正常的话 结果中国那二十个学生的教室给放了七八十个学生 最多的 差不多有100个学生 教室也就像这个屋四个那么大 前面老师还占个位 所以我说中国学校是集中营 比这个监狱还用紧 我说的不过分吧 然后我看一下视频 这是地下室 这个是塔后面 能往地下走 这上面躺 里头这边是停车厂 那边是鸽子红 那边养的一堆鸽子 我再看一遍 等我下走 不是这个没看到 这个就看这么多 刚才我出去问一下经条多少钱 门口还一哥们要走 有事 我给他二十个 他这经条都给 我在旅店门口 给他二十个鸽子都给我 我就看这么便宜我就会买的 这个是吧 下这个 这个 我向那个表农塔敬礼 敬个军礼啊 因为他杀的也不是中国人 他把格罗斯人打跑了 格罗斯人 老王欧是吗 对东北人比小日本还坏呢 所以我向那个 为了 打跑格罗斯人 并给中国 带来良好那个 那个 发展的那个日本军人 敬个礼啊 不是不是表示他你屠杀那个大脸吕俊人 我我我很高兴 不是这意思啊 我都不想不想不想够脸够脸不好 你说我这东西传到外国去够脸呢 中国那个 我还人还在中国 中国怎么办是吧 所以我就不够脸 刚才我出去问 然后 然后 这个是什么市民呢 继续看照片吧 继续看照片吧 现在说到那个日俄监狱 日俄监狱 我应该写第四条 但是我 我顺序没弄好 这里怎么出什么问题的 这就一个海滩的照片叫盐厂这边游泳特别好 外面石头 海里边是那个泥 特别远 而且海海水只没到我的脖子这么深 你走100米 他也这么深 海杠挺大 没事过来个大海杠 就是 海涨也挺多的那个水上 当然 中国人耕了不少嘎吉 他那个 不是很卫生 我希望那个 吕顺 还是大连政府 你 派几个人到这收拾一下嘎吉 你说耕这么多嘎吉 啊那个什么 什么饮料瓶什么的更一大堆的 你不收拾一下 其他海滩还是很干净的 就是经常有人去收拾 有这个旅顺边上那个在大学 在大连医科大学 边上那个盐厂 那个地方挺脏的 这海是特别好的 我都喜欢在那游泳 人也少 去的游客特别少 游泳是挺好的 我还剪了好几块石头 外面石头里面是泥 啊那个 就是有点脏 我我觉得那个 有点 破坏环境 你去那个我希望中国任务去 去稍微 派一个人去收拾一下就行 就脏东西不是很多 不是太脏 就是还是有必要去收拾一下 这边上海蟹是啥 然后 我刚才看到 应该是看到这个下边是吧 我先把照片看完我再看视频吧 这个是绞刑架 这边上绞刑架 我在虎车上听那人说 不要不要去这个监狱 那个绞刑架特别恐怖 我去的我觉得一点都不恐怖 我都要睡着了 是吧 我看我走的有点累的还有点困 起的早 我要睡着了 就在那绞刑架边上那有个椅子 我都想睡觉啊 然后这个 因为我们家就挺恐怖的 我们家那个东面 不远 有个火葬场 那火葬场比这还恐怖呢 我都 时间长了 你也不当回事 是吧 这墙他说原来是黑的 有特别阴神的感觉 后面给他涂白了 就没那么恐怖了 我给那个绞刑架 我记得我拍那个照片了 照片拿去 这里这个事我得说一下 这个事我装上拍照片 就是当年被判处死刑的抗日制使 戴着手铐 在这里 压护行赏 不是这个 还有一个 我特意回头给他拍照片 这个 是不是这个 这事我就学习到一件事啊 我真的看到这个事我就学习 学习的啊 1940年 关押在狱中的中共党员 王岐患 宅清平借放风时机秘密发展 宁学贤入党 并建立的党支部 这个就有点感觉有点像招 招牧那个同志兵 就我建立一个党 然后我不断的发展别人入我的党 我的力量会越来越大 这个 这是一门很强大的学问 啊就在在官场你要发展捧党 捧党 很大的时候 别人都这个这个 别人谁也不敢得罪你 谁得罪你就得罪这整个捧党的势力 然后你就 拥有一股很强大的力量 这个发展路党这个事就 让我 让我就是感悟到了一些 东西啊 我就感觉我学习到 我看到这这一段话 在监狱的工作 我还发展一个人路党 而且路党之后 我还要考验他 我还看一段话 我要考验你 你是不是诚心路党了 你要经过我的考验啊 然后那个也是很简单 很简单的一个小项目 把你的什么真实姓名告诉我什么什么东西 反正很简单 然后 你是曾经路党了 啊你这个路党 路我们党也不是那么容易要经过考验的 然后你 你以后就是跟我们 一起干事业 我们就是 酸在一条绳上的帽杂 这个让我想到很多事情啊 我去了 要干成什么事 你自己干不了啊 那你要 尤其干些大事 你自己能干了 就是就是你经营一个公司 你自己都干不了 要招募很多员工 跟你一起干 你要你要干更大的事 说难听的 你要造法什么的 你 你要发展军队什么 你不招募很多人 你自己怎么干 所以你 你发展力量 你就是壮大自己的力量 招募别人过来 或者你那个招募同军 还是招募什么的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叫党 中国那个党政军学民 排第一的叫党 党就是一种信仰 把这些人都凝聚到一起的信仰 这是排第一的 这东西 这是大学文啊 我看到这个 看到他这个行为 我就有所领悟 所以把它拍上 这个脚型架 我记得我把它拍上 我看拍的视频这里 我们看下视频 看下视频好 在这儿吧 这不是这个 这是后面 应该前面 像这个 这 这 这就把犯人给埋上了 这个也不是 应该是这个 在这儿啊 视频又打不开了 你说关键时刻 关键时刻你别掉个硬着呢 你 挂脚型啊 打开这个有脚型 我们冲下一遍 他们说这脚型架是特别恐怖 他们说这脚型架是特别恐怖 这脚型架是他那个 给人搅死之后 还有验尸 验尸之后 给那尸体放到那个木桶里 抬到外面 给他 给他埋了 啊 就是这样一个流程 我们交给警察 警察把人眼睛蒙上 要不然他害怕 然后再给他锁上 给他那个脚型架扣上 然后把鲜弯木板给他 弄下去那个木板 然后一会儿就吊死他 然后吊了之后 给他放到木桶里 抬到外面 给他直接涨了 这样的一个流程 这些照片 我先看一下 这里 这个门里面 就是放木桶的 装有被处以绞平的抗日制式 尸体的木桶 就是从这个门 此门抬到东三监狱墓地 红色电波 永不消逝 你还不是靠俄国人 夺得了中国天下 是吧 就有时候你感觉 历史上那些信仰共产主义那些底层的人 特别恐怖 眼睛都直的 就像中邪了一样 眼睛红直的 我靠 就疯了 就死劲信仰的共产主义 命都不要了 感觉被 被斜术给控制的那种那种僵尸一样 人就变成僵尸了 让他去干啥就干啥 这就是洗脑的巨大威力 路党事实 参观完日俄监狱就在这 在这路党 宣示 还有啊 这个日俄监狱里搞一个四度赤水的纪念馆 那好像四度赤水在云南跟 然后那个 辽宁那个旅顺在辽宁省 一个在东北一个在西南 距离这么远 他这个是 他说我问了 他说暂时性宣传 过几天这个就撤了 这东北 你 你四度赤水很厉害 再怎么厉害也是逃跑 人家俄国那个是小日本直接把 把那个 俄罗斯就给打跑了 在在中国东北 是吧 所以还是人家那个格局更高一点 这帮助红军 杜金沙江的几位船工 他也不敢不帮啊 跟盖子怎么办 是吧 比土匪还凶了 你敢不帮吗 这些都是文物 这里边就有个表龙塔的那个洗手池 这叫净手巢 不叫洗手 净手池 我说错了 净手巢 一个大 这个叫凤纳 你好像拜那个 那个表龙塔之前 你要在净手池里面 先洗个手 然后你再凤纳 就是日本的那种祭祀的文化 叫纳古市 日军在白玉山纳古市前祭祀 这个纳古市 没的啊 应该被改造了 给弄没的 还有日本殖民时期的白玉山纳古市 前面有日本那个神道教的那东西 一个木头架子 就这个 这木头架子 这纳古市多好看啊 充满了日本风格 多么神圣的一个 一个小建筑啊 这个东西没的啊 现在是没有的 只有那白玉山塔 你前面放的那个小木头架子 然后 有个大 先要洗手啊 这纳古市 这个我应该拍上了 这东西 找一找 找不到 找不到 我记得我拍上了 应该这个 是不是没拍好 这里是不是有一个视频呢 这是喝的羊汤 这个 这里应该有 我看一下这视频 视频也快没了 我看一下 就会见那些 这个 可以 比较 什么 要是 对 我 我 这 那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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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边有一个图片是介绍奶木宝典 暂死在哪里 奶木戏典他儿子也是当小兵当书典也暂死 就是吕顺 然后还有这里边很多木碑 然后日本人给吕顺的山都给改名了 你看这个叫剑山他原来不叫剑山 日本人学这个名太土叫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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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纸山什么什么二窑之山什么山的 我忘了就很土的一个名字 这感觉叫剑山这里经过这么多战斗是吧 感觉叫剑山 然后 记得我是拍的这个 这个小春兽太郎信念品 外交官 这里我不知道照片是不是搞错 说他跟那个美国总统造一张照片 这个美国总统长得很高大 我印象中那个年代的美国总统是不是罗师傅啊 还是罗师傅贤人长得很高大 这应该不会有错吧 我们继续看视频 这几个共产党在那儿呢 还是罗师傅啊 那个小春兽太郎信念品 没有人来的 不想要了 人来的 这个好像被处死的共产党员在日鲁监狱 就是说日本投降之前还把这里边好几个共产党全处死了 这是适度湿水地面的那种刀红的 没什么看的 这是我第二次登上白玉山表中塔这边 我拍对面啊对面是一个电视台还有卫星还有一个塔 他们说是不让进那是军队管的不归他们管 这个是我去大连银沙滩 边上这一道绿化搞得挺好 我给拍上景色搞得挺好 然后我记得我把那个镜首那个池给拍上找不到照片 这个好像大连荆州其他边让几个 这边物价很高 沙滩是挺好的 这边热垃圾都给收垃圾 然后物价特别高 饮料本质那边三块钱就这样 这边六块钱 冰淇淋十块钱 冰淇淋便宜的密血冰盛 物价很高 这个就是金石汤的沙滤 它属于沙海没有石头 这边沙滤 就是你光样的游泳 踩起来特别舒服 不会割脚 视频应该是没有了是吧 我就没找到那个镜首石 我再把照片全都看一遍吧 这把全看照片 这是奶木西点刻在石头上 这个丝写的也不怎么样 奶木宝典暂时之所 给奶木宝典立个杯 奶木西点他儿子 这个东西应该是静手石吧 这个东西没有给它全拍上 净手槽 我喝的三农洋汤 三农洋汤真的不比我们这边的洋汤差 而且它更精致 羊肉汤跟羊炸汤是分开的 我们这边基本上就是羊炸汤 又有肉又有炸的 而且比较贵 它这个饼做的比我们这边好 大远外国语大学 这些学生在拍毕业照 一会儿过来几个学生 我就看看这学生 这学生精神面貌 单纯健康 觉得这大学也不错 不像那个 我上次去中和三本大学 大四的学生马上毕业 见着我外人来看学校 就跟我骂这个 抱怨这学校不好 骂这学校 学生都是神经病 八成的学生都是神经病 是吧 你就说这些话 全是负能量 这个是大连医科大学门口 搞个像金字塔一样的东西 而且它这个绿化 种的这些树 这个园林稿特别好看 各种树 这种长黄花的树 这种成成叠叠的树 还有红色的树 就是这个树种特别好 门口金字塔这个形状搞的 也很有艺术感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大学不错 但是这两个大学都不让进 这一点不好 如果考啥学校 就让我看看门口 里边我吃顿饭 看你们私藏怎么样 都不让进去看 是吧 这个是我在大连外国举大学 外面那条街上 吃的最便宜的一顿饭 它这个是中午搞的 我下午去吃的 剩了一下午的 使劲给我盛 反正都剩了 我就10块钱随便你吃 而且这家卖东西很便宜 他们家油条 别人家卖1块5或者2块 他们家卖1块钱 烤串也比别人家便宜1两块钱 一条鱿鱼串 就一条鱿鱼给你烤20个鱿鱼串 才20元 关2块钱一个鱿鱼串 然后我到那个景区 一个大鱿鱼串 就25元 一个大一点的鱿鱼串 就25元 他们家一条鱿鱼给你烤10个串 才20元 这是在 在那个 离大连外国举大学已经挺远的 都要走到外面马路的 那个地点有点偏僻的一家 小饭店价格很便宜 当那个里边有个老太太 在经营 她好像耳朵有点龙 有时候你跟她说话听不清楚 这个我坐公交车到大连国家森林 动物园门口拍一张照片 景色挺好的 再往那边走就是银海滩 银沙滩 有金沙滩银沙滩 这是在大连 然后那个金石滩 沙海 海滩都是沙滩 那个在金州 在大连东北方 他也属于大连 以前不属于大连 现在属于大连 叫金州 这个绿化搞得挺好的 这个银石滩吧 我在这坐着游泳 这水有点凉了 不油了 水是挺轻的 然后呢 有个人 就跟我搭话 就跟我讲话 我以为不是跟我讲话 啊是跟我讲话 那个 看起来有点傻 那个 他跟谁都讲话 自己该的 谁都不认识 见到谁都讲话 好像认识一下 然后我学习有点习惯 我说你认识我吗 你就跟我 这么讲话 好像我们俩还熟一样 然后 然后边上有个人说 那那那小孩啥是 啊那他告诉我 我是哪哪大车那小人 啊然后就跟我 你吃饭了吗 你看你这直接去游泳 你吃饭有劲吧 这跟我聊上了 我说你这 你这家伙啊 我不认识你是吧 你这怎么回事啊 啊体格长得很壮 个子也挺高的 就是看起来 有点蠢 像小孩一样 还长胡子 二十多岁 我说你多大呀 你是不是自己孩子 然后他就跟别人讲话 别人也不怎么大理他 那个人说的鱼 这个啥是 就是在这里遇到的一个人 这个是金石滩 刚才那个是银沙滩 那是有石头的 银沙滩边边上还有个金沙滩 但是那个地方 那个地点是以银沙滩命名 主要就是银沙滩的面积 比较大 你起个金沙滩 一点小地方 他也 人家也没没把没把你命名 而这个金石滩 那更大 他是 边上很多地方都租出去的 租出去 所以东西很贵 谁要上这里玩 你要在乎资金的问题 你先准备点好吃的好喝的 野料都准备点 你别在他这里买 吃饭也别在这吃 特别贵 知道吧 我在这里在网上被骗 这里说有个蜘蛛餐是大连最便宜最好的 照片照了很多菜 蜘蛛餐吃一个人就64 我去了 这个地方没有了 而且边上有个地方不什么地儿 一个人168 我没事 这个就是我怀疑我的 我拍了一张照片在手机里被删掉 我怀疑中国的APP有问题 所以我就看中国APP那些权限 很多权限 都是 不必要的 他也拥有 就是你是微信嘛 你要访问我的媒体跟照片 你要访问我的什么 你又没必要 你像这个 这个短信的APP 如果你不允许他 他访问你这个通话记录的权限 他就不能使用 所以你得允许 你这个鞋生局 你要 他要求 有查看附近 附近设备的权限 如果你不给他这个权限 他就可能不能用 这个新浪财经 他居然 要管理我所有的文件 我只是在你这里查看一下 那个什么 什么期货啊 比特币啊 股市的信息 他都有 这个信息 各个市场 各个金融市场信息都有 我查看他这个权限 他居然要管理我所有的文件 什么东西 是吧 你管理我所有的手机里面的文件 然后 你点不约一曲 我给他点不约一曲的 也没事 他也继续能用 是吧 你这不管理我权 管理我的文件干嘛 我只是用你查一下东西 你看这个鞋成我打开 他就有上个权限 电话附近设备 特别文件和媒体还有相机 我把这个权限 不允许他访问 用电话也不允许他用 他只要他用这一个 如果这个你不给他用的话 他这个APP就不能用 这两个跟他没关 他也有这个权限 所以这种我就回家是间接软件 我就知道我有一个 有一个照片不是我删掉的 我拍的铁道部里面那个丑事的照片 直接就没了 然后这个啊 这个美团就更可恶了 我就在你这买个东西 你看到多少权限 访问我的文件和媒体还有相机 还有我的位置信息 还有使用我附近设备的信息 还有我的电话权限 他都有我都给弄掉了 都不让他用 这个是外国的APP 它是一个翻墙的软件 你看权限 无需权限 很多外国APP都是无需权限 我不动你手机里的东西 你能用我 你直接就用我 我无需权限去动你的手机 你就直接用我就行 这个是正常的权限 他不是病毒也不是木马 你像那个 刚才的那个携程那个还是什么的 他总有权限去访问我的手机 动我手机里的东西 这个就是你就属于木马的 或者你是病毒知道吧 流氓软件 中国那些常用APP都是流氓软件 滴滴出行 他有我位置信息 这个行 是吧 这个行 你没有你用不了 这个也许 你看美团 我始终允许有我的位置信息 我全都给他设成不允许 不允许 我要冲你的点参 我就暂时允许 暂时允许 或者设成仅在使用时允许 不能让他始终允许 你看这个QQ 你看他有多少权限 访问我的通讯录 访问我的身体活动 访问我的麦克风 访问我腹肌设备 访问我的位置信息 访问我的相机 媒体和文件 他怎么这么多权限呢 我都不知道 我全给他设定不可以 或者使用时都可以 或者把3D偶硬 宁可不用你 你这干啥 你这是 你这是统治我吗 用统治我的手机 是吧 你有权控制我的手机 啥玩意 你这是 B站 官方人叫bilibili 它有我麦克风 位置信息 文件和媒体还有相机的权限 你要我位置干嘛 我就看你的视频 你凭什么要知道我的位置在哪里 是吧 这是我在海滩捡了几个石头 这个是我从旅店到白玉山塔 这个地图的路线 我自己去的 走8分钟 这都是上坡路 很gay的 400多米 这也是大连基石坛附近 我在网上找的 它的一个 一个这个 查看它的餐厅 这个餐厅 平亚有13000多个 塞兔有1000多个 平分特别高 4点几分 大多数都高分了 然后你看它这个 自助餐这么多种 这么好 而且 而且每个人只收64 你说这样自助餐 能不去 实际是大连最好的自助餐 就我去的这家店就没有了 人家说他搬家了 而且搬到海滩边上 我也没看到他 然后再走不远 边上有一家自助餐 没有他这好差差很多 每个人要收168元 他这里的标价60 不是啊 这个 中国网上都是骗人的 很多骗 都是假的 你去的都没有 这些地方 你知道吧 他也没有那么便宜 他有他这个得200元 那个 不如他的每个人168 他最少得200元 他那网上标价64元 这么多好评 这么多都有图 就是你去的啥都没有 他妈 变班轴的 啥玩笑 这个就更恐怖的 这我再往查了 我觉得旅店有点不安全 中国旅店 就是说中国旅店里边 安那个针孔摄像头 都安在哪里 吊灯上面 电视机上 细顶石上 最多的是插座插口 路由器上 我那旅店 那个针孔摄像头 晚上是红色的 你能看见 你把灯勾关了 你能看见 一个红色的 发光的小孔 那就针孔摄像头 我在我的旅店 我没看见 但是我旅店 旅店 我出门 那个上厕所 刚出来 有一个插座 你厕所门刚打开 在我那个房间边 有一个插座 那个插头 墙上有插头 插头的边上 就有一个针孔摄像头 发红光很小 那个就是针孔摄像头 但是他没有拍我的旅店房间 不在我房间内 也不在厕所里 所以我就没给他举报 我也没没吸收他 他是在那个大厅 那个走廣里边 也要是个针孔摄像头 听说这些针孔摄像头 如果你拍 拍那个 哪个夫妻在你这里住 他在那做爱 把他那个视频给他发到外国 那个黄色网站上 你会 你会 获得很多钱 可能这个钱 比你开旅店赚的还多 但是我 大家一定要查好 这特别危险 中国多恐怖 是吧 尤其是稍微高档一点的那个 那个旅店 就中档的 挺贵的 两个人住的 都容易有这种针孔摄像头 给你拍上他好赚钱 是吧 你看这微信 微信 这些权限 就是我每次 用的时候 你要询问我是否同意 他以允许 只允许这个附近的设备 如果这个附近的设备都不允许 这个微信就不能用了 我只允许他这一样 他原来这几样 还有这个 下面这两样都有 只有身体活动的一个是不允许 这几个都是允许 我全给他调成不允许 或者每次询问才允许 我怕你变成木马 监控我的手机 或者对我的手机进行三改 我害怕这个 这是全部的大连旅行的线文 我给他 给他翻译成英文 再说一遍 翻译成英文 再说一遍 在谷歌这个翻译 都要在谷歌 我现在看起来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It wasn't me who deleted the photo of what? Why to sinicize mobile apps? I found a serious security problem on the commonly used app in China! Exclamation mark. One. On the train, here's a photo that was deleted. Fortunately, there is a video. I was angry. And I told Lu Zhejun's feng shui ritual of playing with virgins on the train Hongfu qi tian. Then I remembered the comparison between Lu Zhejun and Lu Chongle of Phoenix Satellite TV. Really sensible. If Zhang Mianhang didn't think highly of Phoenix Satellite TV, would Lu Chongle have the right to lick Zhang Mianhang's toes? My son-in-law was arrested for defrauding 10 billion yuan, and I couldn't sell Phoenix Satellite TV for 10 billion yuan. Two. The tomb of Wanzhong has low salary. Which is twice as poor as that of Biaozong Pagoda. Three. Bayun Mountain Pagoda, formerly known as Biaozong Pagoda, I came to see this. There are two videos of me saluting and pilgrimage. Which were deleted on my phone. Disappeared for no reason. I do not know how it happened. My mobile phone is a foreign country. I originally planned to delete WeChat and use another mobile phone to access WeChat. 4. Dalian Beach, Dalian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and Medical University. The mental outlook of college students is healthy and pure. So I think these two schools are very good. The disadvantage is that outsiders are not allowed in. And parents are not allowed in when they are visiting the university. Generally, they are allowed in by driving. 5. The living conditions in Lushun Japanese-Russian prison are better than Chinese schools.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and high schools, students live more crowded than Japanese and Russian prisons. In comparison, Chinese schools are concentration camps. 6. I think there is a problem with the app permissions. I checked and found a huge problem. I found a huge security risk in China's mobile phone app. The app has the authority to control my mobile phone. Is this a violation of human rights? I understand, why India wants to desinicize mobile apps. Chinese mobile apps can delete other people's mobile phones without the permission of the mobile phone owner. And can delete photos and videos at will. How is this different from stealing other people's things? Clear violation of human rights. 我这里改一下啊,更正一下,我这里这个视频没被散,我一开始没找到,我把日期记错了。 我拍摄像 我把日期记错了被散的照片只有火车上拍摄被撒尿的座位 拉个照片 这里我得更正一下 用英文再说一下 3.Beyun Mountain Pagoda Formerly known as Biaozong Pagoda I came to see this There are two videos of me saluting and pilgrimage to the Yushan Pagoda Let me make a correction here I misremembered the date The video I took to salute the Tower of Loyalty was not deleted I misremembered the date The only deleted photo was the one on the train where the peeing seat was taken 今天这个大连旅游的见闻就说这么多吧 今天这个大连旅游的见闻就说这么多吧